新换的电闸还跳 那我测火线与地线 看表面没动 不漏电 我把表笔倒过来 倒个个儿再测 火线与地线 表面摆到一半 这是漏电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个电路是我刚修好的 可以送电 来看修以前 修之前这个闸合不上 一测火线是漏电的 我打开其中一个插座 从街头的位置 剪断灵火线 这是我的习惯 就是我要测 插座的这一段线 还有剪断的那一段线 哪一段线在漏电 还是用万一表来测量 一字表笔测地线 另一字表笔测这个红线 表人摆到一半 测这个蓝线 摆动不到一半 从表上看 这个红线和蓝线与地线是漏电的 我把表笔调过来 黑表笔接地线 红表笔去测灵火线 看一下 先测这个红线 表真没动 是不是很神奇 然后再去测这个蓝线 表真也不动 测红线测蓝线都不动 是表不好吗 再翻过来再测一次 平时测漏电 部分红黑表笔 直接测 一测一个准 把表笔倒过来 它就显示漏电 就是这么神奇 其实导致跳闸的电路是这个线 测这个火线与地线 这个线漏电很严重 这是从配电箱过来的线 测零线漏电很轻 火线漏电严重 所以它会跳闸 而这一路线 它往后接着插座 还插着电器 去看一下 还有个插牌插着电器 在北卧室 像测漏电测出这样的现象 遇到的少 这个插座插着一些路由器 这是个什么东西 不知道什么电器 这个插牌还插了好几个电器 拔掉这个插头 测一下这个插头 漏不漏电 直接测零火差与地差 先测零差与地差 跟刚才一样摆得不到一半 插牌是漏电的 你要仔细看 还能看出来这个表针 慢慢的往无穷大走 再测这个火差与地差 看一下表针 摆到一半 其实用这个表 来测家里的电器漏不漏电 直接测插头就可以 这种就是漏电 也就是接地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电器在漏电吗 拔掉这几个电器 你猜是哪个电器在漏电 拔掉了所有电器 再测量这个插头 零差与地差不动了 不漏了 那我捣一下表比 零差与地差 不动了 零差与地差没反应 那我测一下这个火差与地差 看看表针动不动 和刚才一样摆到一半 捣一下表比 再测火差与地差 又不动了 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这种现象我遇到的不多 以前有遇到过 它这个原因是 这个插牌和咱们普通的插牌不一样 它这上面有两个指示灯 一个电源指示灯 就是有电 它就亮了个红灯 如果接地线好的话 它会亮这个绿灯 就证明这个插牌线路接地很好 所以火线和地线之间 有一个指示灯 您看啊 这个插牌插上电以后 指示灯是亮的 它其实是一个发光二级管 二级管都是单向导通 反向截止 所以万一表的两个表笔 测量它有正负的 正负表笔正着测二级管 它不导通 反向测它是导通的 所以测插头 红表笔测地 黑表笔测火线 它是导通的 拔掉插头再测量 地线与红线 看一下表阵 现在是好的 这段电路就是好的 当然零线电路也没问题 当然再倒一下表笔再测量 这个电路也是没问题的 因为那个插牌已经拔掉了 如果再摆 那就是向路漏电 这个插座往后没问题了 只能往前找电路的问题 我拆开了前一个插座 剪断火线 直接测量地线与火线 看看表阵摆不摆 看漏不漏电 漏电 这火线是漏电的 像这种线路漏电 导标笔 导不导无所谓 怎么测的都是漏电的 好了 确定这个火线漏电 这个插座再往前这个电路 没问题 所以确定这个插座 到这个插座之间的线路 火线在漏电 而且漏电很严重 这个我准备给它换线 先拽一下这个火线 看能不能拽动了 可以没问题 一下拽出了一大块 拽出一块以后再测量这个线还漏电吗 还是漏电的 这个线在线管里不是破皮和地线碰在一起了 那这个零线呢 零线与地线漏不漏 零线漏得轻 等一下看是不是这一段在漏 下面就准备换线 在拽线之前 我准备把这一头绑上一块新线 就是从那头拉把它带过去 把两个线的铜线绑在一起 绑好了 这头使劲拉 还行 不算太难拉 使得一句就拉出来了 不过拉出来的线里面有水 线上湿漏漏的 线管里有水 这个能用弯音表测出来 现在用表笔往线皮上测量 它就会有反应 一个表笔测线头 从表针上来看 这个线上有水 线皮已经不绝缘了 随着指针的摆动幅度 慢慢地找到漏电严重的地方 应该就是这个位置 估计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个地方在对地放电 线皮已经老化了 这个同时都变颜色了 这个线皮明显不行了 线管有水 那这个零线漏不漏电呢 零线我估计也得一起换 这头把这个零线掐断 测管里的零线与地线 表针微动 这个线也不行了 换线的时候遇到麻烦了 把线都拉断了 也没拉出来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护道线走到一半走不动了 死活摘不动 把线都拉断了 只能说从这边往那拉 反过来穿能不能轻松 在穿线之前 我用这个电线带了一块蜡布 看能不能把里面的水给弄出来 管里有水 但不是特别多的水 你看这蜡布上就是灰渣渣多 净些土渣渣 终于穿过来了 线上还有一些潮湿 不过不影响使用 这样把灵火线两头一接 再接上插座 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 你说送上电以后 就刚才那个插牌那种情况 明明显示接地漏电 为啥漏电保护器不跳呢 这两个指示灯 分别接在灵火之间和火地之间 它是导通的 不是短路 我们打开 里边或许还有电阻 它这个电流是很小的 可以忽略不计 也不会影响漏电跳闸 我是这么认为的 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